本台记者李建国通讯员高国义王蔚来报道 您能相信眼前这位名叫史晋发的河南农民 曾经是全身94%深度烧伤的患者吗 仅仅40多天的时间就把一位体无完肤的小伙子 还原成了一个亡好无损的年轻人 这是奇迹 这奇迹就出自33岁的徐荣祥教授之手 西中祥教授是中国烧伤创阳科技中心主任 1982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 他目睹了传统的干燥结痂疗法 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以及预后结疤造成的心理创伤 心中很不听进 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治疗方法 他自费奔赴国内几家烧伤大医院调研 查阅国内外烧伤治疗资料 结合祖国医药学在烧伤治疗上的经验与教训 走中心医结合的道路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 终于研制成功对烧伤有特殊疗效的 湿润烧伤膏 创造了烧伤湿润暴露疗法 使我国烧伤治疗学术率先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我国的烧伤治疗技术水平 已远远越居世界之首 目前这项医疗已经在全国推广应用 每年治愈住院烧伤病患者15万人 总治愈率99.4% 治愈最大烧伤面积98% 无弹费功能全部恢复 在国际上 邢荣祥烧伤施性医疗技术已被公认 现已在东南亚通过使用 以澳大利亚为主的英联邦 也开始技术引进 邢荣祥教授成为在国外取得医疗权的第一位中国医生 已被国际烧伤协会吸收为主要成员 由他主编的中国烧伤创扬杂志 被翻译成中英俄文版向世界发行 他还被收录1989年中国人物年鉴 去年十月 受我国政府派遣 前往泰国帮助救治曼谷煤气爆炸烧伤患者 许中详教授一行 以高超的医疗技术 赢得了泰国政府和人民的信赖 为中国人民争了光 泰国国王感谢中国政府派出医疗队 派出了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技术和药品 获得了最好的疗效 今年卫生部已将烧伤湿润暴露疗法 列入国家八五期间 首批向农村和基层推广的十项重大医疗科技项目 徐荣祥今后的路还长 他相信自己 也相信这世界上人人都有颗爱心 他还年轻 困难阻挡不了他 徐荣祥的步子一定会卖得更大 更坚实 徐荣祥与他的烧伤医术早已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徐荣祥教授现在是国际烧伤协会中12位中国成员代表之一 1989年1990年 美国新闻周刊 时代周刊等十几家大报刊 美国ABCCNN电视台 意大利电视台等曾多次报道和专题报道 美国ABC电视台制作五分钟专题 以中国绝技为名向世界播放 在东南亚 称徐荣祥与他的烧伤技术为神医神药 在中东 称真主恩赐的最好技术 在欧洲 中国的几次国际科技展均获得绝技的称号 或法国国际发明沙龙特别容易讲 近日英国首相梅杰特此责承驻华大使馆 请求徐荣祥给英国一大贵族治疗35年的溃疡 美国总统布什责承驻华大使李杰宁 给我国卫生部来函 要求引进徐的技术 1990年 美国几大电视台已经报道了徐荣祥与他的技术 电视台首先报道了美国现在使用的常规治疗伤的方法 发展了常规治疗方法给病人造成的疾病症 然后分放了徐荣祥 没给病人带来最后的烧伤治疗技术 并且疗效与美国常规技术形成新铭的技术 美国烧伤基金会主席戴纳先生详细介绍了来华看到的治疗效果 常修详技术是一名德意境的医疗技术 中国人看了还得到美国的治疗医疗技术 因此,他们会看见了60病毒 没有治疗医疗技术 没有治疗疗技术 只是第一次需要医疗医疗 我们会发现没有病毒 我们可以说 没有病毒疗疗 有病毒疗疗 有病毒疗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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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